有句老话说得好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每个人的心目当中都会有一个英雄 答案也不会是一个统一的标准 但是评价一位乒乓球运动员的伟大 笔者个人觉得 从影响力和统治力 以及推进乒乓球进程来看 是最为重肯的 笔者在这里总结了五位球员 当然您如果有不同的看法 欢迎写在评论区 我们一起探讨 这位球员不但是乒乓第一 并且还是全国第一 是他摘下了中国人民头上 灵压蛋的帽子 笔者口中的这位球员便是荣国团 荣国团阻籍广东省珠海市南平镇 1937年出生于香港一个贫困的海员家庭 7岁那年 荣国团就被一种空心玩具球迷住 自此便与乒乓球结下了不解之缘 尽管他个子瘦小 比乒乓球桌高不了多少 但是荣国团打起球来 却有一股灵气 进步也很快 很快就成为了全校的乒乓球小王子 在1957年 日本乒乓球队访问台湾 那个时候的荣国团 像一头出声牛犊 与世界冠军迪村对阵 在这场比赛当中 爆出了一个大冷门 他以21比19 21比13连胜两局 在一片惊叹声当中 荣国团竟然将世界冠军拉下马 荣国团一战成名 成为了新闻人物 如果说荣国团打败迪村 是他常年累月刻苦训练的结果 那么他心系祖国 回报祖国则是爱国的高度升华 这也是为什么笔者将他列为第一名的原因 第二位球员便是庄泽栋 在1959年 庄泽栋就入选了中国青年乒乓球队 庄泽栋则获得了 第26到28届世拼赛男子单打的冠军 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 中国男子乒乓球队的主力球员之一 在1971年4月 庄泽栋在日本参加第31届世拼赛期间 冒着很大的风险 结交了美国运动员格伦考恩 自此 也是打开了中美两国友好的大门 正式开启了乒乓外交 同时 庄泽栋也是新中国历史上 第一位连续三次获得世拼赛男子单打冠军的运动员 第三位球员是瓦尔德内尔 瓦尔德内尔是来自瑞典的一位乒乓球运动员 也是世界上第一位集奥运会 世拼赛 世界杯 欧锦赛冠军 唯一身的乒乓球大满贯运动员 曾多次代表瑞典乒乓球球队征战世拼赛 在比赛当中对抗了蔡振华 江家梁 刘国梁 马林 王立琴 王浩 马龙 张继科等国拼当中的四代球员 瓦尔德内尔在瑞典和中国都很受欢迎 也被中国的球迷亲切地称为老瓦 由于老瓦打球极具艺术性和多变性 又被球迷们称之为是拼弹莫扎特 拼弹长青术 以及游击队长 老瓦将中国的近台快攻 与欧洲中远台两面弧圈打法融为一体 将各种技术不断地重新组合 形成全方位的攻防转化 攻守结合的新的技术风格 创造性地使用了横拍直我的发球方法 发球技术在世界拼弹 也是首屈一指的存在 同时 老瓦也极大的推动了欧洲运动员 前三版技术的提高 从1989年到1997年 老瓦一共19次排名世界第一 始终位于顶尖选手行列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第四位 就是我们中国的拼写主席 刘国梁 刘国梁在六岁就开始学习乒乓球 在1991年就入选了国家队 运动员时期的刘国梁 多次获得男子单打世界冠军 同时 刘国梁也是中国男子乒乓球 历史上第一位集奥运冠军 世锦赛冠军 世界杯单打冠军 于一身的大满贯得主 退役后的刘国梁培养了马龙 张继科 樊振东等一大批世界冠军球员 刘国梁对于中国乒乓球的发展 贡献是非常大的 所以 刘国梁入选也是实至名归 第五位球员便是马龙 马龙是国拼首位级奥运会 世拼赛 世界杯 亚运会 亚锦赛 亚洲杯 巡回赛总决赛 全运会单打冠军 于一身的全满贯球员 绰号 六边形战士 马龙的这个荣誉 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存在 至于后面还会不会有来者 笔者觉得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毕竟在国内大环境的影响下 国内的竞争程度远比国外激烈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并且 在东京奥运会当中战胜了樊振东 蝉联了奥运会的单打冠军 这在乒乓球的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马龙的这个荣耀 令他的前辈孔令辉 刘国良 马林以及王立琴 都是无法企及的 另外 世界拼弹当中 伟大的乒乓球运动员还有很多 由于时间的限制 笔者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这些球员 为中国乃至世界拼弹的发展 都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对此 您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